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里要复习一下作用与反作用的概念 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那有了这三个定律 就是惯性定律 还有力造成加速度的这个定律 还有第三定律 这样子才可以成功的用这些定律来描述物体受力的运动 那作用与反作用它的特性就是 任何一个力一定会伴随反作用力 而且是同时产生同时消失的 大小也相同 方向相反 那因为它是作用于不同的物体 作用于不同物体 作用于反作用 是两个物体互相对对方的作用 所以它们不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 是不能抵消的 好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天平 那天平两边有挂两个物体夹和椅 那题目有提到说 W甲就是甲瘦的重力 那W乙就是乙瘦的重力 那T甲是甲瘦的天平对甲的拉力 天平对甲的拉力 然后T乙则是天平对乙的拉力 那G甲是甲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那G乙是乙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好那我们这里讲的谁对谁谁对谁 其实就是施力者对受力者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 T甲它是天平去拉这个甲 然后T乙是天平去拉乙 然后W甲是甲瘦的重力 那重力的来源就是万有引力 就是地球需吸引这个物体 所以是地球吸引甲 这是W甲 那W乙的话是乙瘦的重力 也是地球对乙失力 还有最后G甲是甲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那G乙是乙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这样我们就把施力者受力者都找出来了 我稍微写清楚一点 施力者受力者 施力者受力者 那施力者受力者如果是刚好倒反 那就是一对作用与反作用 所以像这个W甲和G甲 他们的施力者受力者就刚好有倒反 这样的话就是一对作用与反作用 然后W乙和G乙也是 他们的施力者 像W乙的话是地球为施力者 然后物体乙为受力者 可是G乙这个力 则是物体乙是失力者 地球是受力者 所以这两个也是一对作用与反作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知 G甲和W甲是作用反作用 好那这就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是问 那哪些组合的力可以是造成两力的平衡 那造成两力平衡的话就是 要作用于同一物体 作用于同一物体才可以 作用于同一物体 那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力是作用于同一物体 这样才可以抵消 才可以平衡 所以像这个图它其实有帮我们画出来 T甲W甲就作用在甲这个物体上 对不对 T甲的话是天平对甲 那W甲的话是 T甲是天平对甲 那W甲也是对甲 只是地球去吸引甲 所以一个力向上一个力向下 都是对甲施力 那它如果不动静止 那就是这两个力平衡 那另外两边也是 T甲和W甲是一对平衡力 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 T甲和W甲 这个把它圈起来 好所以答案就是 T甲和W甲也是吧 好所以作用于反作用呢 它就是作用于不同物体 是不能抵消的 可是平衡的力 则是要作用于同一物体 它是可以抵消的 好谢谢